结束访问香港的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,据信已进入中国南部海域,这推高了此前美军要在南部海域进行军演的论调,而在此刻,中国公开了英基附-12B超音速反舰导弹的信息,在伟大的变革,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活动中,展出了英基附-12B陆基型案件导弹,英基附-12是中国自行研制的新型超音速反舰导弹。 对比大型水面舰艇威胁极大,如今其暗机型号曝光,并且有消息证实已部署在南部三岛,显示中国海军暗机反舰能力将进一步提升,刚展示的英基附-12B导弹机动发射车,作为中国最新的超音速反舰导弹之一,英基附-12超音速反舰导弹曾在中国的阅兵式上公开亮相,当时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。 不过,从外形来看,eish,不带编号展示的这种新型导弹,在外观上与本世纪初从俄罗斯引进的KH-31相近,后在上街珠海航展上,中国又展示了出口型的CM-302超音速反舰导弹。 不过该导弹被限制在290公里的最大射程,这与中国自用版的400公里射程存在较大差距,英基附-12的出口版本CM-302导弹。 根据一些资料的分析,英基附-12反舰导弹采用结构紧凑的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,所以可以采用全程超音速飞行巡航。 最大速度可达4马赫,而且有高低半道科学以及多种抗干扰复合制导模式,这种导弹采用中国最熟悉的半川甲式战斗部,可直接钻入被打击目标的内部爆炸,而高达250公斤的战斗不可轻易摧毁一艘万吨级的主战舰艇。 但最绝的是,英基附-12的全程超音速,末端4马赫的俯冲突防,可以令MK-15密集阵。 海拉姆的舰载禁防系统形同虚射,央视报道的轰-6K发射英基附-12,最新曝光的英基附-12B超音速反舰导弹显然更厉害。 如今已经出现了海基,167深阵线,空基,空-6K,和陆基新版本,显然已成为新一代的通用超音速反舰导弹系统。 从图片来看,英基附-12B超音速反舰导弹主要是在舰体后端加装了一个固体助推器,这不但提升了该弹的出速度,还大大增加了有效打击范围。 如在陆基发射,可打击第一岛链内的海上目标,如用于岛礁防御,则周边19,6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均在其掌控制内,排军舰艇发射英基附-12的试验。 分析认为,英基附-12反舰导弹可以说是中国反介入区域巨制,A2AD,战略中从低弹道发起攻击的反舰导弹族中的重要一员,其显著特点是高超音速,多平台。 抗干扰,超远程的四大优势,是中国现代化海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如今,有些国家频频挑战中国的海洋底线,中国及时公开英基附-12B超音速反舰导弹,就是意在警告某些不反之徒。 中国手里有随时打击柴狼的新猎枪。 据称英基附-12B已部署在南部三岛,相信关键时刻,该导弹将令航母战斗群葬升海底。 小冰冰听说,法国婉拒了埃及几十架阵风战机的订单,据说原因竟是,怕埃及初步起钱,拖欠订购款。 对于这个事儿,小冰冰还真有点倡议,一般来说各国街道武器出口订单,都是一件非常欢欣鼓舞的事,而且还得满世界嚷嚷着自己家的武器有多牛。 可是为何法国却对这样一单纵上门而来的买卖,毫不动心呢? 下面小冰冰就来,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这个事儿,顺便也给大家说说关于国际军用飞机贸易中,所暗藏的的一些猫腻儿。 要说起这法国与埃及交易阵风战机的事,我们还得先从战后法国的航空工业发展说起。 众所周知,法国的航空工业在二战以后,一直以来都是走出一个完全自主独立的发展道路。 法国虽然在航空科技领域中与美国的差距较大,但是法国在战后的航空技术发展中,由于其自主性强,使得法国的航空技术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。 这其中无论是研发时的技术验证,系统证,再到航空产业配套,再到运用中的全套设备维护和航电系统升级,法国都能在国际上独当一面,自成一派。 这也让法国机身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几个,能够独立研制先进战斗机的国家,可是现代先进战机的研制成本与技术要求越来越高,即便是很多老牌儿的航空强国都有些力不从心。 如果法国的战斗机只靠其海空军自用的订单的话,根本就无法维持其自身庞大的航空产业。 因此,法国在研制新型战机的时候,都会充分考虑到新战机的国际市场出口前景。 在上个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法国一度成为国际战斗机市场的主要供应商。 到了新世纪,法国为了出口阵风战机,更是使劲了浑身解数。 达索的营销手段主要包括,给用户加强阵风战机电器系统的日常维护,和战机电子战系统的战时升级工作, 以及为用户提供培训飞行、地勤、维修等方面的专业人才,甚至是可以转让部分阵风战机技术或生产线等。 达索的这些营销手段覆盖了,从售后服务再到产品配套设施建设,和各类人才培训等诸多方面, 可谓是顾及了大多数用户国的使用需求。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上来看,武器出口特别是军用航空装备出口贸易,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买卖, 是许多国家重要的创汇项目,且又是作为国家相关产业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。 况且当今世界上各国经济又都不怎么景气,所以很多国家都玩了命地想要抢占更多国际武器市场份额, 而法国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。 可是世界上,几乎很少有国家像法国那样,将武器出口明确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。 由于本国的武器需求非常有限,为了维持独立的国防工业的发展,法国必须以出口促生产,以出口养军工。 而作为西方阵营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个,法国几乎愿意将武器卖给任何国家。 对此,法国政府官员曾在公开场合宣称,法国武器出口政策是没有政治条件的。 法国方面对埃及支付能力的怀疑也并非空穴来风。 实际上,埃及已经在其他军购项目中出现借钱买武器的情况,而且埃及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容乐观。 一旦武器法国把交付了,埃及如果不能按时把运购款打过来,那法国可就亏大发了。 面对这样的局面,法国人的做法也很直白,即,这单买卖咱直接就不做了。 对于这样的事,希望寄托于某个国家或一些简单的防君子。 不防小人的国际单边及多边协议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。 在国际利益纷争中,武器出口贸易一直是一种无规则的游戏。 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永恒的利益仍然是西方大国言行的信条。 从这一点来说,这种所谓的利益可并不是指的钱,而是在武器贸易的背后,隐藏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国家战略利益。 图为哈萨克引进的运发运输机。 诸葛小撤军情观察第2702期。 此前,据媒体报道,中国又有一款武器成功打入俄国后院,这款武器就是中国运发运输机,这次运发成功出口中亚哈萨克,并且终于在哈国境内亮相了。 此举不但打破了美俄垄断的市场,更是令俄罗斯无地自容。 俄方坦言,这简直就是侮辱,因为哈国之前一直使用的是苏制运输机,对此,西方也坦言,在中国武器出口方面,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。 要知道,哈萨克作为一个穷国,这个运输机的性价比要求可是相当高的,而美国狮子大开口C130J相当于中国三倍的爆价让哈萨克狠狠地下了一大跳。 而俄国呢?除了老古董安复12以外就没有符合要求的运输机,所以对于一个穷国来说,中国老式的运发F200瓦就成了他们最适合的使用对象。 毕竟虽然像是C130J这种运输机虽然已经做到了全玻璃化座舱,但是相对于已经习惯了驾驶安复12的哈萨克飞行员来说,还是使用机械仪表的运发来的有亲切感,而且还足够便宜, 图为中国空军的运发,诸葛小彻军情观察第2702期,要知道,其实是对于中国来说,运发也算是一种比较古老的飞机了,尤其是200系列,这基本上就是以前苏联安复12飞机的完全国产化型号。 而和所有标准型号军用运输机一样,运发采用了筒状机身和上单翼设计,能够在野战环境下良好的保护发动机。 要知道战术运输机的起落条件不同于现代的客机,什么坑坑洼洼的地面全部都是小儿科,在无铺装跑道上降落所产生的大量洋尘。 对于发动机的进气过滤器简直就是灾难性的考验,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军用战术运输机,基本上都是用拥有良好过滤系统的额奖发动机的原因。 图维安12,诸葛小彻军情观察第2702期,虽然说,对于中国,给哈萨克提供全玻璃化座舱的运酒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,但是哈萨克实在是太穷了,穷到连进行过升级。 改进以后的运酒也买不起,所以按照他们的要求,中国提供了和原版安12近乎原支援位的运巴,即使连原本的机头领航员观察区也一并提供了,对于已经飞行了很久安12的哈萨克飞行员来说,这种几乎无改动的设计,让他们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上手,几乎完整。